這樣透霉 霧霉 落在棺範 大家火氣 都很大 棺範當中 紀蘇工會律師說 是要我們結束百天 只要是一個月之後再到來 這句話是讓交通部 處長王國債吃不爽 跟他硬說你不要威脅我 接下來換紀蘇工會 上部理事陳伯伯也適應了 他說媒體是來看老大 不然再跟媒體來討論 說因為太疲勞了 才會說不對 也會有味 路主廠方面對面借來 法昂百江優勢以來 第一次在半個協商 大家火氣都很大 不希望我們立刻結束這個罷工 還是您不希望 希望一個月後再來談嗎 我們今天的目的跟訴求到底是什麼 你不要威脅我 我跟你講 來 是不是給紀師講 你不要講 紀蘇工會律師說這個話 給交通部處長王國債很想起 要這個律師不要為了 也不要再說話 所以來換紀蘇工會 上部理事說不對 我們雖然今天有媒體朋友在 其實媒體朋友只是來看熱鬧 協商跟一半紀蘇工會上部理事 有鄉公公公會的話 讓財政後壓拆放的記者進步 萬一 他們也會失敗 說是因為太疼才會說不對 是不是大家不要再針對這個課題 不是啦 因為... 路主廠方 政府官員整個月都沒睡 複雜蜜蜜蜜蜜蜜 下雨下雨 所有人都有夠疼 也好這個盤的協商 全萬會有病 所以...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